说人生在世 衣食住行 谁也离不开 有条件的买房 条件不允许的就得先租房 这租房留押金 这是很多房东跟租户之间的约定 你万一啥玩意坏了 水电费不够了 你好从这里边扣啊 这已经算是不成文的规矩了 咱们的热线会员小木就是个租户 之前通过一家叫沈阳新客房地产经济有限公司的中介公司 租了个房子 交了800块钱的押金 如今退租 在这个押金退还的问题上就出刹头犯口舌了 魏尼福 我是小木 在我旁边的这个小伙呢 也叫小木 他从去年的11月份就在我身后的这个楼 通过中介去租了一个房间 是和其他两个人一块合租的 那么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 他在退房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 我现在这个房子呢 押金是600 然后水电押金是200 现在呢 中介所这方面就是一分钱不退给我 押金约定得很清楚 屋里东西损坏 水电费不够都要从800块钱里扣 小木一分钱不退 他这是货货啥了 我是2月12号退这房 然后当时来有验射房有两位小伙 跟我说没有问题 我特意问他 我说有没有什么问题 需要我这个处理或者改善的 他说没有 然后他这边我问他押金是什么时候退给我 告诉我是7到15工作日 这套房子是中介贷管的 这一验收没有问题 小木等来的不是押金 是电话 告诉我有这个扣我的费用 当时就直接说告诉我扣我这个保洁费 说要扣我300 说这地方有灰 说这个地方 说是我给磨损的 然后门口 这个是你磨损的吗 这块我能有照片证明是 就是我住房之前 他们如果拍这个房子照片 然后上面就有这个痕迹 说这个门口这个条 说是我们给弄掉了 卫生间这块有水袖 厕所里面他说有那个水袖 是怎么 我来之前就有的 他告诉我扣个水电费用 也扣300 说我得印童扣这个600块钱 他才能反给我 我不印童的情况下 就一分钱不对 当初押金一共800 这扣来扣去就剩200了 小木说水电费之前 一个月也就是三四十块钱 都是一人交完 跟室友们一平摊就完事了 最后这个月 小木也跟中介说好了 退房之后从押金里面扣 可这一下扣300是咋回事啊 这家沈阳新客房地产经济有限公司的 扣款依据到底是什么呢 去的那个人是去收房子 厌房就不是一个人 不可能说你立马要厌房 我就去厌房 我只是说去把这钥匙收回来 往厌房里去厌房 你们中介去人去给他厌房的 他交房的时候 这还就是只是拿钥匙 不厌房 对 当场不厌房 秋后来算账 那这账又是咋算的呢 我不是说都扣他钱 我是给他退钱 有能退个 有个200块钱 但是他不认 他想的就是 你800块钱全退我 啥也不管你 你是扣了500多块钱 对 然后是有300是清洁费 对 我不认识还买 你说这个房屋 麻一摆 说也好 换句话说 我还是当时说那个意思 我可以给你去收拾 但是你都过了一个多月了 你告诉我就不干净了 有点说不过去吧 那他现在咱们那个屋收拾 收拾完了 再不收拾咋做不 现在已经是收拾完的状态 哥们收拾了呗 我告诉你啊 我们来之前特意去一趟 原先啥样 现在害啥样 为了核实小木的说法 中介的工作人员 当场给他们的工作人员 打了电话 可结果 咱们说是没做 一瞅着尴尬的情况 这位中介的工作人员 立马转移话题 说起了另外一笔 200块钱扣费的原因 我去收房屋 原件机是坏的 不知道是 谁没给我提 我说他们身家平摊的 我一前二啊 一前二啊 他里面零件 似乎说里面零件坏了 因为他打不着 我当时说法人员 打不着 电源啥都啥啥了 他换了那零件 是吗 然后那零件是 1200块钱 对 一下1000多 去修东东东西 也得留什么票据吧 你这个东西 兄弟他找的个人 为修的上哪 可以找票据去 你说三家平摊 一家摊了 应该是400 为啥就扣300的 你不应该按照发票的价格 去让他去补吗 我咋越听越迷糊呢 口口声声说 收拾卫生花了300 现场电话一对质 没收拾 这是事先没对好啊 赶紧把钱返给那小木吧 中介说 那200多扣的是 维修吸油烟机的钱 1200块钱换的啥价啊 那都能买个新的 还快玩了 再说1200 仨人平分的话 那一人应该是400多呀 为啥少收小木200呢 找谁维修不要票据呀 那就算没有维修发票 收据总该有吧 到底这个西游烟机坏没坏 究竟中介有没有维修 中介的这些说法都可信吗 我二月份我退房之前 拍的视频 这么这个东西 也是好的 都是亮的 最贵的 同款的啊 这些说法都会换个全新的情况下 这个东西最贵300多块钱 你换1200修它是为啥吗 赶紧修好了呀 修好了 修好了啊 300多万钱能换个全新的情况下 然后你换1200给它为啥 我就 结果不知道300块钱 能会换一个全新的 一瞅这个理由也说不过去了 这家沈阳新客 房地产经济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又换了个理由 提出了墙面有磨损 需要重新刮大白 你说那些东西说是大白什么呢 这个我不骗 因为我没做 做了就是做了 抽烟机这个东西 我能证明这种钱是好的 我再给你反多少钱 你反多少钱 第一个水电 我这边该用多少 我们啥时候平坦 很正常对吧 讲理吧 对吧 是的 那你还要做啥 然后第二个 三个扣费的理由 都说不通的情况下 这位工作人员 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撂下小木 他又该怎么维权呢 可以走协会投诉 通过协会来投诉它 保洁费按照交易习惯 一般是没有这项费用的 是不允许扣除的 押金一般只针对是 房屋 家用电器 及设备的损坏 所扣留的押金 才可以 他如果说家用电器坏了 那就拿出这个维修的票据 如果是墙面和厕所的污损 及油质 如果能够清理掉 或者说它属于 自然使用 沾污的5G 都属于正常范围 如果不存在 大范围的破损 或人为的损坏 这些 也是不用理赔 然后没想到 他们是这样的 我们 现在租房子 或者未来要租房子 需要通过中介的 我们大家一定要 擦亮我们的双眼 多多了解 不带这么玩赖的 那照你这么玩 往后谁还找你租房子 说实话 你像我跟大阳 这都是属于外地人 都是从租房子的时候过来的 当初租给我房子的那大姐 那老厂那了 我现在想起来 心里边还热乎呢 小木没你命好 按照律师的说法 这家沈阳新客房地产 经济有限公司 要扣小木押金的理由 基本上都不成立 而且像这种说 扣修油原机换零件钱的理由 那简直就是荒唐 太欺负人了 遇到这不讲究的人 咱们也别灌病 接下来小木 第一个可以通过 行业协会来投诉 第二个 真要想较真儿争口气的话 还有法律武器 同时咱们也想对这家 沈阳新客房地产 经济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说两句 开门做买卖 你得讲诚信 讲口碑 你说你要是好好做生意 一传十 十传百 那生意什么样呢 现在你整这么个幺蛾子 你说谁还敢上你们家租房买房 脚上的炮都是自己走的 这一切就是这侧 谢谢观看